小數的加法跟普通的加法差不多,但會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例如題目看到,前面有一個小數,後面有一個整數 要注意的地方是,我們首先要找出小數的個位數 個位數就是這個小數點,之前的那個數 這個就是4字 而後面這個,沒有小數點 像上一集說過,如果遇到一個整數的話 我們可以當它有小數點,後面有很多個0都沒問題 如果是的話,在這個情況 個位數就是小數點之前的那個數 也就是這個1字 那要加的時候,要怎樣寫呢? 當然先寫第一個數 384個2毫3 對了,這個就是小數點 那後面那個數呢? 要對位 剛剛說過,這個是個位 那個位就要對個位 基本上對一個就可以了,後面那些就會自己對齊 那呢? 加到這個9,681 後面沒有東西,或者你可以補後面0都沒問題 那這個呢,如果不寫都沒問題 因為它後面也是0 因為它後面也是0 這樣呢? 加上它呢 就很簡單了 小數點後面的數 因為下面是0 那直接加吧 小數點小數點 其實要對齊 那呢? 對了 答案呢 小數點後面就照寫了 沒問題 2,3 小數點在這裡 4加1 5 8 2 16 0 1 那呢? 很快就做完這條數了 那這個就是答案了 那如果 做得快的話 或者對得這個小數點多的話 可以直接計算 384.23 那後面呢 那些保齡那些就直接不用寫 好像剛剛說的 9,6,8,1 那不用寫那麼多 小數點還小數點 你知道這個個位商家 對得對就可以了 8,2,16,1 0,0 那2,3 這個也是答案來的 那這些可以直接拉下來的 那 嗯 對了 這次就說完前面是小數點 後面是個 是一個整數的 要怎樣加 那下一題呢 就是一個整數加一個小數點 那情況都是一模一樣的 拉下來 8,0,4 這個是個位 17 即是10加7 7就是個位 那8,8,0,4 就是8,8,8加4 那4都是個位 那 那 點 9,3,0,4,6 OK 同樣道理 小數點 其實要對位的 那 那 照加 由於上面是0 即是沒有東西加 那 在這個情況呢 慣例 都是把後面照抄的 那 之後 有東西加的話 就是個位加個位 10位加10位加 那 那 這個就是答案 那 再來下一條 對了 那 小數加小數 要怎樣加呢 那 一樣都是抄數字 先抄第一個 第一個 沒有東西很顧忌 那 直接抄吧 那 那 講了慣例 都是要 對位的 那 然後呢 如果第二個也有小數點 那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 就是有理沒有理 先把這個小數點 就是這個 對了 先把小數點抄下來 沒錯 抄完下來之後呢 把前面這一堆 抄在小數點之前 那就不會錯了 2169 小數點之前 那 後面這一堆 205呢 後面這一堆 就抄小數點之後 205 對了 那就一定不會錯了 然後再加 然後再加 那 一 因為這裡其實都是代表零 像我之前那樣 你這裡 後面也可以是代表零 那 沒事 都是按照拉下來 如果你 沒有東西可以看到 就按照拉下來 對吧 有東西可以加的 那就要加 9加5 14 2加1 是3 對了 一樣這樣加 這個要進位 8加2 是10 9加1 又是10 4加6 是10 11 對了 這樣呢 這條答案就在這裡了 就是221.03431 就是這樣了 這樣呢 對了 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最後呢 就是 複述回 加數呢 其實是可以一次過把幾個數一起加的 那怎樣做法呢 就是 一樣的道理 先把 第一個數字放在這裡 之後 一樣說過 這個小數點要對位 對了 這就是小數點的條線了 672 點 這個點 4 3 5 7 2 0 你可以加個點在這裡 反正後面也是0 9 1 3 點在這裡 9 1 3 這樣呢 一樣加 沒什麼好怕 5 什麼都沒有 這個呢 直接拉下來吧 3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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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3 是6 6加4 就是10 10 10加1 就是11 11 11 拔下來 這個10 2加2是4 4加5是9 19 19 2加7 又是9 6加2 8 7 答案就是 7 8 9 9 165 沒什麼說的 主要就是要對齊這個小數點 就是這個 這個 小數點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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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呢 這個 小數的加法 就說到這裡 就說到這裡